歡迎大家收看《時事評論》 我是Thomas 今天講一下就是金融的百年丹臣 很多風波 牽涉到一幕叫做中國人 打中國人 故事也很曲折 雖然不及金融的小說那麼曲折 不過其實也有些叫做是發人心醒的 首先大家都是賢王子孫 亦都是叫做農碧傳人 不過就是西方經常都會操弄 令到一些中國人互相矛盾 那些中國人也是持大家不同的看法 出現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言論出來的時候 就令我們覺得是頗困惑的 好了 講一下就是西方媒體很隆重的報導 就是3月1號 就是金融的誕晨100 就是金融的小說 我從小看到大 包括電視劇 《一代宗師》 原來我個人也很熟悉他 尤其是他跟共產黨的矛盾和交集 當時的視劇較魄 德國之聲就報導 他說金融除了是連載武俠小說 這位元名查良詠的報人其實就是撰寫明報的社評 20年代 他真是親自自己寫的 即是他有寫小說 也都寫評論 評論當時是很有影響力的 那時候應該是六十年代 據我所知就是他都頗反共 多次是駁斥中國的政策 看回資料他1963年最有名就是 他的社群裏面是認為當時的外長陳毅 要發展這個原子彈 他就有一篇文章叫做靈要核子 不要父子就是嘲諷陳毅這個決定 也要嘲諷我們中國的國策 因為你這麼窮 為什麼還要有原子彈呢 引起不戰 當時本港的左派報紙 尤其是《大公報》 跟他公開辯論 打不戰其實在那個年代 由於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代言人 人在香港的文壇都各有地盤 都非常活躍 經常我們就是我們小時候 就看到很多的打不戰 那些打不戰就是 都是講來講去 究竟中國走哪一套呢 我們走這個孔猛之道 還是走西方現代 中共政權又文革又大躍進 完全是一個用現象 不討論本質的所謂的 所謂的核戰 當時也都大家不知道 中國的潛力在哪裡 也都摸不通中國 究竟用哪個方法 去行走我們的成功之路 所以當時真的有很多無謂的辯論 就是大家說 我講得對 你講的 你是錯的 去到今時今日 中國的經濟很有成就 這個模式一出出來 另一位姓金的人物 他真的是姓金的 他就是現入倫敦政治經濟大學的教授 是女士來的 叫做金克宇 他是財政部前副部長金立群的女兒 就是說是官二代 不過他就在西方教書 其實他的言論很出位 被人形容他 他經常鼓吹中國政治體制優越 這個人就在西方 在西方的輿論來說 他不是很受歡迎 因為他經常都唱好中國 甚至是台舉 他覺得是台舉中國的體制 是優惡性的 這個未西方 他最近出本書叫做 《新中國政策》 《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這個實際是實情 以我所知 就是我們走了很多的方法 去改革中國 包括完全照搬蘇聯的目色 後來有人發現是不行的 完全照搬西方資本主義 那一套也都是不可能 唯有我們調和 也都是在不同的制度裏面 找到的長處 也都是根據自己的國情 做的修改 所以我們所謂的優越 其實是適用於我們自己的 那你說 覺得優越過西方的資本主義 或者是民主體制 那別人一定是會反擊的 但是反擊最樂力的那個位 或者最搖眼的那個位 竟然是中國人 同時也是一個叫 不僅是官二代 甚至是紅三代 這位就是麻省理工學院 私隆管理學院的副院長 和經濟學教授 叫做黃亞生 黃亞生有一篇文章 在外交政策那裡刊登 黃教授真的是紅三代 為什麼他的祖父呢 中共的早期的領導人之一 叫黃符生 不過就英年早世 病死了 那他就 也都是相當重要的 但是這位的紅三代 他看法跟金克宇很不同 他駁斥或者是批評 金克宇整體基調都是錯誤的 因為根本就不是搞學術的 你根本就稱重中國的模式 在金克宇的筆下 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體系 推動了中國的經濟高速增弱 這個是從中國的現場去脫節 就是說中國的經濟體系 並不是一個優軟 反而是造成經濟下滑 股市低迷 大量資本外途的原因 所以他就說 今時今日中國很多問題 都因為金克宇 不如為你這樣鼓取中國模式的直接效果 就是說由於有這個中國模式的 所謂的這個誤點 就誤導到很多人是看錯了中國的發展 他很堅持的 一向對中國模式 都是有所反駁 甚至叫做撈破 他原來沒有中國模式 中國經濟不是受益於專制政權的干預措施 而是借用了西方的民主法治體制 自由金融市場和產業合作 學術合作 總之中國是西化 所以取得了改革開放的成功 中國根本就沒有什麼獨立的體制可以叫做 自我糾正的 這就是他的看法 尤其是現在 中國沒有像之前 這麼堅持開放自由 尤其是習近平相對之後 他的國家權力不斷地提高 即是國家權力 就是說 不是純粹自由 或者市場方面決定 舉國之力 一個的 所謂的國家力量 反而是佔了主導 這個又會損害到中國過去得來的成功 中國過去得以西化 得以自由化 一個是黃亞生的看法 他和金黑瑜最不能夠調和 就是在於金黑瑜的承認 現在美國的出口管制 是減少了中國流向的技術 大家的技術交流就減少了 所以我相信中國政府通過大力投資 而取得成功 舉個例子 毛澤東那時候有兩彈一聲 這個計劃 黃亞生就說 這個正正是中國模式的兩彈一聲 導致這個經濟停滯不停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的農民 當時兩彈一聲 就要動用很多的角力 那時候大部分的國民 就是農民都不能溫爆 所以說這些國家之力的行為 基本上是損害民生的 他的看法就好像六十年代 跟我說靈要父子 靈要核子 不要父子 這個看法一樣 他更加看到 就是金黑語講中國經濟的那些書 直接都可以當作中國武俠小說 或者你說得那麼神怪 中國模式就好像一本虛擬的武林秘笈 這個是我的比喻 據我了解 中國經過三十年的實踐 是將社會主義和資本市場經濟 作出這個調和整合 這個是大家供應的 按照我們的國情 改良出一套 國富民強的成功模式 去年 封牙利的總理歐爾班公開表示 中國真是奇跡 用了三十年走完西方三百年的現代霸子路 這個不是一個誇讚而是總結 當然他也提到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 所以也有這樣的基礎 黃雅森是很獨立特行的 令我上去 我們小時候 很多人不鼓勵 就是家長、老師 不鼓勵我們看武俠小說 雖然我金融武俠小說 相當之有文化價值 當年就說不是 看武俠小說會教壞人 怎麼教壞人 當時傳聞有些小孩子看了武俠小說之後 去上山找師父 想傳授武功 因為很多時候 不是說金融的小說 有些其他人的武俠小說 寫得很神怪 你上去有個師父的工人 收你做徒弟之後 你就武功天下 有番次可以改變世界 你真是相信我 走上山找不回 大件事 當時這些人 真的隨口說 這些小說人 不應該給他寫小說 如果當年多幾個黃雅森這些人 真是 口不責言 又是街坊 好為人師 可能金融寫不成小說 當然 如果他寫不成小說 也沒有人口 所謂核子與父事之爭 為什麽你不寫小說 你哪有錢可以辦報 不辦報 你哪可以寫社評 好了 算我讀書少 我覺得那位教授 不知道是否當年 被人洗腦走上山 那個小孩子 今天突然在美國出現 我正在諷刺你 對不起 羅雅森的言論 我不是很接受 也想起當時六十年代 大家當時有不同的見解 不同的看法 今天其實應該水落石出 當然中國模式的話 我們只有肯定 我們還要不斷地說好 中國現代化的好故事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